大家好,欢迎来到灰生活菜园,今天是2021年的6月19日 就在这个星期,我用花盆种植的菜花,也称花椰菜,都陆续成熟了 这也是今年后院春播以来成熟的第32种蔬菜 如果您有兴趣了解我种植的其他各种蔬菜,从种子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 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分别浏览每一种蔬菜生长过程的详细内容 言归正传,以往我在后院种植菜花都是直接种在地里 今年我是尝试用两加轮的小花盆来种 这种小花盆直径22厘米,高21厘米,食用的就是最普通的堆肥土 没有添加任何的底肥或者任何其他东西 在种植之前,首先要了解一下菜花最适合的生长温度是15-25摄氏度 但是菜花最后结球期的温度不宜超过20度 而且温度低于5度会受到冻伤,相反温度过高会抽台 对温度的掌控是种菜花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所以春秋季节是种植菜花的最佳季节 此外不同菜花品种生产周期不同,通常在2-3个月 我播种了这些菜花是3月中下旬,在室内开始用种子育苗的 当时随便就育了十几盆的幼苗 多余的一些送给了其他种菜的朋友 然后我是在4月中下旬,在苗期大约一个月的时候 把这些菜花幼苗移栽到花盆里,然后放到室外的 转眼来到5月,气温开始变暖 菜花生长速度也快了一些 在这期间我对它们补充了一次稀释的氮磷钾液体肥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6月中,这些菜花逐渐都成熟了 可能有些西线的朋友会留意到 有些菜花花球有略微散开的迹象 这是由于菜花生长后期温度偏高所致 但基本上这些菜花都在合理的接受范围 而且基本无虫害 我们来近看一下 这个菜花的花球大概和手掌一样大 而且能用两加仑的小花盆 在6月如此天气炎热的季节 种出这样的菜花已经实属不易了 所以也有朋友很好奇地问 为什么天气这么热还可以种出菜花 而且没有虫害 我之前制作的主题视频 如何用花盆种菜 提到过花盆方便移动 在天热的季节把它搬到半阴的地方 可以延迟植物抽台 关于虫害 菜花最大的威胁就是菜青虫 所以定期检查叶片的虫卵就可以了 所以说用小花盆种菜是不是也很简单呢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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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